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亲亲 八十九集 黄千云是一个直性子 被他当成兄弟的张凡 遇到了困难 他必须要出手帮助的 在打架方面 他是真的帮不上什么 但是他必须要为张凡 说上一句公道话 面对黄千云的做法 在场众人都是赞同地点头 为黄千云点赞 你是叫张凡是吧 郑主人把目光投向张凡 声音微微地发了 张凡还有那个胖子 你们两个马上跟我去交道出 郑主人指向了张凡还有黄千云 那我们如果不去呢 你们不去 那我马上报警 让警察把你们抓走 好啊 你报吧 你马上报 现在就报 我 郑主人掏出手机来 反倒是有一些不知所措了 他本以为张凡会被他吓到 结果却根本没有 郑主人心中清楚 他如果报警 警察真的来了 对他们这边是没有半分好处的 警察可不会像他这样改观定论的 说什么就是什么 警察的调查 在场的目击证人实在是太多了 想掩盖都难了 如果警察那边把事情给调查清楚了 传到学校这边 想把那真实的调查结果给压下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们是大学校 是十分的注重名声的 在暗地里做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可以 但是想在明珠搞这些 那可就得点亮点亮了 弄不好 头机不成十八米 很有可能把自己给弄进局子 所以 现在对于郑主人来说 先把两个人弄到教导处 开除了是最好的 他在里面可以做一些手脚 然后再让警察介入 那一切便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到时候想怎么整治张凡和黄青云 那就怎么整治 一切也都是他说了算的 我看在你们是学生的份上 先不报警 马上跟我去教导处 如果你们执意反抗 就别怪我把安保人员叫过来 强行把你们带走 郑主人 你厉害得很呢 你这是想指手遮天呢 就在这时 在人群外面 传出了一个充满怒意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众人的目光便都是投了过来 只见一名身穿黑袭裤 白衬衫的中年男子 穿过人群 走进了现场 校长 校长来了呀 不错 来人正是 学校的校长刘文海 他身边还跟着一名 三十岁左右 文邹邹的男子 看到刘文海 郑主人那肥胖的脸上 堆满了笑容 立刻便小跑着过来了 哎呀 小长 这种小事我来处理就行了 怎么还轻动您的打架了呀 你来 让你拿着学生的前途 当成你换取私立的筹码吗 刘文海冷笑了一声 郑主人的嘴角狠狠地抽动了一下 而后继续装傻冲了 哎呀 小长 你说什么呢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这是在维护学校的秩序 我问心无愧呀 我来之前把监控录像都已经看过了 你跟我说你问心无愧 你不脸红吗 喂 我不脸红啊 我真的是为了学校啊 呃 或许是我失察了 但是 我却绝对没有故意薄蔽谁呀 郑主人 仍旧故意做出了一副 底气十足的模样来 到现在还敢嘴硬 哼 刘文海冷哼了一声 看向旁边 小吕 把资料 给郑主人看看 是 校长 刘文海身旁的年轻人 硬了一声 而后 便把夹在腋下的文件夹 递给了郑主人 郑主人打开一看 顿时 便是大惊失色 往后翻了两页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眼神里面 尽是空洞 他知道 他完了 他彻彻底底的完了 因为 那文件夹里面的东西 便是他贪污的罪证了 刘文海 冷冷看了一眼郑主人 便快步 朝张凡的方向走去 张先生 您受苦了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都是一证 张凡只是一个学生 刘文海 可是一校之长 又是先生 又是您的 这也过分地客气了吧 一些人 不仅回想起了之前 张凡拨出的电话 张凡那电话 难道是打给校长的吗 一般这样的情况 校长都是不会出面的 教导出主任出面 已经是足够了 再大一些 并是副校长了 现在校长亲自出面 看来 这张凡 真的不是一般人 张凡也是发现了 同学们一样的眼神 看向刘文海 小声说道 校长 注意言辞 张凡不是那种 爱出风头的人 他还想 在学校里面安安静静地待上四年呢 刘文海当即恍然 而后补充道 张同学 今天的事情 校方已经报警了 学校一定会还你公道 惩治那些社会的败类 听到这话 现场瞬间爆发出了 雷鸣般的掌声 刘文海压了压手 对学生们继续说道 同学们 学校永远将会是你们最为坚实的后盾 有什么事情 要及时向学校反应 学校 也都会及时处理的 花音落下 场上再次响起了掌声 但下一刻 警笛声 便把掌声给打断了 几名警察迅速地 钻进了人群里 警察队长 向刘文海 讯问了一下情况 看了一下录像 便把宋庆和他的二十多名手下 全部带走了 录像上 张凡并没有罪 属于是正当防卫的 不过 是有一些防卫过当罢了 张凡 则是被刘文海给力保了下来 当然了 如果需要张凡配合询问 张凡 也是一定会配合的 跟刘文海一起来的 那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名叫吕平 乃是学校的教导处副主任 现在 教导处一把手 郑主任已经倒了 刘文海口头任命 吕平 暂待 教导处 郑主任的一职 他直接 把金婷婷给带走了 金婷婷也知道 他这次 恐怕也是真的完了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考上了大学 想凭借上完大学之后 改变命运 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被开除 是必然的 他的一切计划 都要泡汤了 他这辈子 恐怕都完了 他不禁想起了 今年早晨 张凡对他说过的话 张凡说 到时候 不要追悔莫及 此时的他 是真正的 应了张凡那句话了 但是 这一切 都是他自己走的 怪不得别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